接着带你来看到为了振兴吉安的产业 乡长由淑贞力邀各社团到吉安旅游 而日前瑞穗香妇女会主义团来到了吉安 体验柴龙虚菜割韭菜的农村生活 透过深度旅游与亲身体验 来感受吉安的魅力也为吉安注入活力 姐姐妹妹们带着斗笠走进龙虚菜田 眼明手快地摘取鲜嫩的龙虚菜 这是来自瑞穗的妇女会姐妹们 借由观光旅游和农村体验来活络吉安产业 住在花莲 明采过龙虚菜割过韭菜吗 这次的吉安产业之旅 邀请了所有在各乡镇市的妇女会 公庙还有社团来到吉安 基志饮50团的好朋友都到吉安来 今天瑞穗里的妇女会姐姐妹妹们 要亲自走到田里来采龙虚菜割韭菜的感觉 我相信零四零三之后我们要振兴 所有地方的一个产业带来了除了有参访的旅程 到我们奥米安亚店逛一逛以外 更要自己走入龙虚菜田 倒韭菜田来割韭菜 我相信这是一个充满了农作农业的巡礼 当然也在这样的一个吸收里面 来认识吉安的美 甚至于在我们强振之后 带来苏心苏丫 姐姐妹妹跟我们所有乡亲 培养起更加的一个团结的情谊 来为花莲加油 我们希望带来满是花莲的温馨 跟每一个到位的美好 我相信很多姐妹说来到了吉安很多次 就是没有走进菜园里 所以我们今天来享受一个快乐的农人生活 一起来哟 吉安深感游树珍创意推出了 花莲人为花莲加油的一日彩线团 邀请全县的公庙、社团、社区发展协会、妇女会等 从南区到北花莲来进行经济火化 结合在地餐馆设计独特的产业餐食 还有特色店家产品行销、传统市场消费及花莲特产销售等 还走入农田体验采收农作物的乐趣 要让大家再度体验花莲之美 介续会吉安相报导